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可能遇到问题了以后就一脸懵逼的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无从下手 对不对 那么其实跟我这个跟我媳妇那个一样 我就是经常经常会怎么办呢 经常会回家 今天就上不了网吗 网比较慢 还是上不了网 没有网 根本没网 根本没网 局网 OK 好 那么经常我儿子这个也会发烧 对吧 怎么办呢 他就问这个 这个经常问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就去摆在那搜吧 怎么搜呢 儿童发烧怎么办 哈哈哈 对啊 啊 啊 儿童发烧 对啊 发烧怎么办 啊 经常就会这样去搜 啊 你看他看到 儿童发烧怎么办 这么这么多东西 那么其实啊 其实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搜得出来啊 是因为人家搜的东西 就是别人搜的搜这个儿童发烧 怎么办 就这样智商低的这个 妇女太多了 哈哈哈 所以说 所以说啊 这个百度就把这个这个儿童发烧怎么办 搜索频率高的热度比较高的 做为了数据库里面啊 他的一个关键词 其实哎 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就不用搜儿童发烧了 该怎么办 你把这几个字去掉 儿童发烧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同样能收到相同的答案 对不对 啊 所以说要学会关键词 关键词去搜索 啊 而不是 这个儿童发烧该怎么办 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啊 所以说是一个这个最让人能够理解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同学也是一样的 啊 读写TST 怎么办 是吧 不会写嘛 读写 说白了就读写二斤字 不会写 OK 那么刚开始你肯定就是 哎 那首先你要有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看到啊 哎 首先我们有个逻辑判断 好 我这个不会做的东西 用用用用力体里面 无非就是两种 一个是csharp的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用力体里面的 啊 就两种知识 啊 就两种知识 那这两种知识我怎么办呢 就是就分分成二叉数的形式 一个是csharp 啊 另外一种是uniti uniti uniti3d 其实就是两 两种知识嘛 csharp 是跟uniti 是没有关 就是这个 没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因为uniti 是用了csharp语言 可以啊 就是uniti 可以用csharp语言去开发写脚本 仅仅是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 donit csharp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啊 啊 那我们uniti 也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它不光是tori 它可以用这个lua去写 用布尔语言去写 甚至用jess也可以写 啊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是独立的东西 OK 好了 那我们就面临到这个问题 就不会独写tst 是不是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哎 我就csharp读写tst 这是我们 说白了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方法就出来了 在这百度上面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其实你要把这个 就是把你面临的问题 而不是说csharp读写tst怎么操作 肯定很多同学这样写 怎么解决 你看 所以呢 在菜链 这个东西为什么能收得出来 菜链多 啊 变成了个关键词 啊 正常的情况下 你的数据库 它的这个百度里面 它的数据库里面是每一个 每一段文章是有标签的 分类 分类标签 啊 是吧 就是跟我们的数型结 数型结构一样 哎 csharp里面它有分为什么什么类 分为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 要把大的分类给找出来 它就是csharp 第二步就是tst 其实读写tst 这就是两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把抽 我们面临的问题 给转换成关键词 啊 转换词 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啊 这是我们在至少在我们脑海中 我没有这个概念 现在哎 我看到里面东西读写tst 有这么两种概念了 ok 我点进去看 ok 我们看到里面 哎 它是怎么样读的 哎什么是fail stream 然后read 啊 然后这样打印出来 ok 这是第一种 你看到它是读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这里面就可以读写 你看到它这第一步 其实我们就能看得懂 对不对 看懂 哎这个fail stream 不是不就是打开一个文件 你看路径 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哎 我读 读 读 从这个里面读多少东西出来 读多少东西出来 存到了这个数字里面去了 读 全读 二进字 二进字流 byte数字 诶 放到了我们byte里面去了 好 然后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 给打印出来 所以说 这就是读 好 那么有些同学 有些同学肯定指 为什么觉得是个难题呢 读写 它不是个难题了 因为它知识出现了断层了 啊 其实如果 你的知识结构体系是比较完整的 那么你遇到问题 肯定就能处累旁通想到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是它是难题 有些人不是个难题了 啊 就是因为你的知识出现了断层 所以说 才导致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难题 你联想不起来 好了 那么比如说 哎 这段话其实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只要是 哎 会点程序的人 一眼一眼就能看得懂 啊 其实你不猜就能猜出来 就锐的嘛 读啊 open 是不是打开啊 我能看到这些关键词 OK 那么很多人 他就看不懂 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OK 其实我们就叫 知识 你经常会看到看到这样的 哎呦 看到 你看到任何的一个程序开发 它的浏览器啪啪啪啪打开一堆 啊 你看看他在这圈全都打开 怎么样呢 叫进行二次定位啊 我们csharp 啊 你这样 哎 其实这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csharp 一个是fills fillsdream 你因为我对这个知识不懂 对不对 所以我要继续去搜索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 看到 哎 这里面我看到 写的很多了 那样 随便找一个 啊 fillsdream fillsdream 啊 别人写的这 这些东西你看到 read write 怎么样去读写 啊 你甚至例子 全都给你有了 啊 什么什么fillsdream reader fillsdream 就将我们的这二进制度写出来 这是答案的一大把 啊 所以说你们就是不会收东西啊 那么应该是建立这样的 这个体系 哎 就是你在搜的时候 你应该建立这样的体系 csharp 第一步 哎 我要知道csharp 它涉及到的知识 哎 就是fillsdream 啊 还有一个streamreader streamwriter 这两个东西 streamreader 这样一步步搜 好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 哎 我看到这个地方 这api还是不懂 哎 fillsdream里面 那我们就搜这个msd 啊 msd是微软公司啊 它的一个文档 那么csharp 只要搜csharp的知识 在msd上面都能够找到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msd 啊 啊 微软公司啊 microsoft啊 这个里面啊 fillsdream 它详细的会介绍这些api 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你看到 甚至例子都给的都给的有啊 这例子都给的有 怎么样去读写 哎 有哪些步骤 好 那么从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能够知道 哎 我们要找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不在过 你不要再 再打这种 就是首先你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csharp 读写tst 哎 怎么解决 这是你的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第二步 我们要将命 将我们面临的问题 转换成关键词搜索 啊 关键词搜索 能够模糊的得到一些答案 好 那么进一步的 哎 就像我这样的 我对里面的专业术语不懂 那我就一步一步深挖往下 是吧 就变成了这种塑形结果 所以说你90%的人都不会搜 啊 不会搜索答案 这是毒 那么写也是一样的 哎 啊 我写这个 毒写你看到 FillStream 还有个Stream 哎 文件的写入 那 他是怎么用这个东西去写入的 FS Writer 啊 甚至还有一个叫 还有甚至还有一个叫 刚才我们搜的这个 啊 Stream Writer 这么多方式啊 通通的都可以进行写呢 Writer去写一个东西 往这个 往这个文档里面去写个东西 OK 好了 这些 哪个API不懂 我就搜哪个API 一个是Writer 一个是Writer 啊 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哎 看其实看到了总结出来它的 总结出来它的规律出来 第一步 不管你是 只要你是对文件进行操作 那么好了 我们根据我们搜的东西 我们就能总结出来一系列的理论知识来 哎 第一步你的文档肯定是 首先 首先要打开 首先看判断存在不存在啊 第一步 哎 我们第一步 第一步是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不存在 就创建 这是第一步操作 第二步 哎 我们要打开文件 哎 其实说白了就是跟你在这儿 在你桌面上 哎 我们经常 总结出来跟这样 哎 我创建一个文件 哎 我这儿有没有这个文件 我第一步 就先创建 第二步 我是不是打开啊 这是可思瓦工具 可思瓦操作 那我们在程序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第三步 哎 打开了以后 第三步我可以在这里面读 哎 查看写入 好 所以说第三步就是 创这个写 读写 第四步 哎 我写完了以后 我就把它关掉 啊 保存 啊 保存 第五步 关闭 OK 那我们得到的是 哎 我从网上搜到 搜到这么多 这就这些例子就是参考 我们能 搜到一种我 我自己能看得懂的 或者我容易看得懂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些博客 OK 那么得到了这些信息了 我人家肯定是 肯定是有一定的步骤的 那你能总结出来 你看第一步就是打开 或者是创建 第二步就是往里面写入 第三步写入了以后就是关闭 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想 那样 这个地方打开 然后这边读 读 把里面东西读出来 读出来 然后关掉 那么你看了 那我们就可以扩散开来 这是一个TST 那么可以扩散开来 数据库 啊 不光你是Json 啊 Json文件 Xmail 啊 啊 还有我们TST 数据库 DB 啊 还有我们后面学的Port Buffer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遵守这么几步 这就是理论知识 哎 我们将这些东西都总结出来 这些经验都总结出来 哦 原来他就这么几步 那么每一步 说白了就 每一步 每一步 我不理解 我继续去搜 啊 继续搜 而且都要采用关键词去搜啊 你不要是瞎搜 很多朋友 我怎么搜不出来 别人怎么搜得出来 啊 因为你没有懂得的关键词术语 所以说这些关键词术语也非常重要 第一步 哎 你不懂一些关键词术语 不知道它里面确实要用什么 用什么方法去去知道 好第二步 那我就变成了关键词 你看到 哎 我都知道 它会涉及到这个 这个类 然后在msdn里面 甚至哎 我这个地方哎 我发现这都是c-sharp的 跟我unity关系不是很大 好了 我就变成什么 哎 我再把它变成unity unity3d 啊 unity3d 啊 非常贴近了 啊 啊 人家是怎么 哎 写入流 你看 其实这一步flash 这个就是 这就是叫保存啊 就是我们这 这个他们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一步 你看到 他第一步是打开一个或者是创建 第二步是打开 嗯 打开文件 这是创建或者打开 好 然后第三步是从里面 写入 第四步 保存 也就是把它 从缓存中写入到文件里面 第四步是close 关闭 第五步将这个东西销毁 写的非常详细 啊 所以说这哪有哪有不会的呢 那么一步步变我们的关键词 变我们关键词 跟我们的答案非常的相近了 那么说 我们说了这个 其实你们在公司里面遇到99%的问题 别人都解决过 或者别人都在博客上都写过 你只用去找去搜 哎我怎么样去变成我项目中 根据人家这个流程 我变成更符合我项目的一种写法 需求 所以天下文章一大抄啊 看你会抄不会抄 啊 其实说白了进公司以后 大多数就在用搜索 就在搜索 其实你说我API不熟啊 谁这么记API 我也不记 啊 我只记得有这么几步了 啊 然后哎我我都知道这里面 哎哪一步我不我不熟悉 我这记大这个大概有几几步 思路原理是什么 我只记得这几步 好 然后去搜呗 所以说你会看到啊 就说一个一个有经验的人 和一个没经验的人的区别就是这样 他怎么样去面对一个问题 不是束手无策 而是我在白头上绝对能找到答案 啊 嗯 不是那不是说哎 这个这个有些人觉得自己很牛逼啊 或者有些 其实都不烂会 都是操的 谁能谁能原始不动的写出来 或者别人写的东西我也 给我点启发 给我点思路 从武到游这一部分比较难 但是从游 哎到接近你的答案 这不是很非常容易的 啊所以如果你要想写一个东西啊 啊就跟跟我前面写的这把万能框架一样 那从无到游 我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去打磨 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其实东西也不 其实这个原理也不复杂 那就跟造火车一样 哎慢慢的造 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丑 而且非常的慢 好了这一步是非常过的 你得现在有个东西 按照你的想法是 刚开始开发的时候肯定也非常的艰难 也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没有人做过 也没有人写过 那么这个过程 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 那就非常的难啊 所以说你们现在不用啊 你们等到你们等到你们有个四五年的工作经验 或者啊真正的就是说有个五六五年的工作经验来后 你会发现你会再去创建一些东西 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创建东西 这才你创作的时候 现在就是模仿啊 模仿老师的模仿别人博客怎么写的 啊 那么你的提升就肯定很快 所以自己不会 那么就跟小孩一样 小孩为什么觉得 哎呃他这个 呃他一下子生下来不会走路 他先摸看看别人的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大大人怎么走的 哎模仿他怎么走路的 看着看着啊 他自己就会站起来突然走路了 啊 我我还有一个 这个这样的地方我还是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啊 非常的传奇啊 他四岁了就不会走路 啊 四岁不了了 他一直就只会爬 然后他看就看别人看别走路啊 等到四岁突然就等到四岁那时候了 突然就会走路了 但是他从来没摔跤我 什么呢 他说明他观察的多啊 啊 人家走路是不是小朋友绝对会摔跤 他走路从来没摔过跤 他突然走路了就不就就 永远不会摔跤了 所以说他提前准备的工作比较多 他 四岁 对啊 啊 人家是吧 只准备了一年就能走了啊 啊 然后 哎 然后到了四岁 他他观察了四年啊 看别人怎么走路啊 啊 所以说突然就走了 然后就都会跑了 啊 观察别人观察的时间多 啊 所以说这个人是比较传奇的 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经验 哎 我这个 这个我其实我我我两儿子啊 其实我一我一大儿子 我大儿子呢 这个其实出生的时候也是比较 看着还是比较聪明的 然后啊 这个走路啊 经常会摔跤 现在我的二儿子出来了 我二儿子摔跤 我发现比大儿子还聪明 怎么了 他 他走路非常的稳啊 走路稳 从一岁的时候 我二我大儿子是一岁两个月的时候 就 才刚刚会走路 哎 我老二的时候就一岁的时候 就会走路了 发现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经常看他哥哥 怎么走路的 怎么玩的 然后他经常 能 现在有一岁两个月了 能跟他 跟老大正常的交流了 啊 正常交流 他在拿东西 他们俩互相拿东西嘛 拿东西 他给他 把他拿个袋子 把东西往里面放 老二儿也跟着往里面放 所以说这就是 是模仿啊 他模仿 有一个人去模仿 他他学得很快 现在你很 我上了我网上 我在网上故意查了一下 都说老二比老大聪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老大在前面是探路的 老二看就看回了 天天模仿 所以他成长得快 为什么小孩都喜欢跟大孩玩 因为他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啊 啊 啊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你们也开始的时候 你们开始也是吧 啊 刚开始就就去模仿别人 啊 不会东西先模仿 啊 先模仿造超 说白了 就超超 等你模仿的显熟了 你再去创作 创新 啊 OK 好 所以说这个 你要你要学会这个东西了以后 啊 应该是把这东西 昨天的任务完成 不是什么难事啊 OK